中国进口的螺蛳粉包装 现在是涉及统正文字吗 这是财政部官务署 基隆官指出 光是去年查获销毁走私螺蛳粉 就高达了4305公斤 透过我们的后面当中 可以看到这一箱箱 都是被击查的螺蛳粉 对此官务署配合经济部 国际贸易局会同食药署 针对新北市一处盘商工厂 是进行检查 如果这个厂商没有办法提出 合法进口的资料 将会依海关砌丝条例相关规定裁处 如果违反了史安法 也将由地方卫生单位 进行处理暂停贩售等裁罚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 还没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视YouTube见